好,我们来讨论21.2的这个概率的定义 第一题,一带内有9例球 其中2例是白球,3例是红球,4例是黄球 从中任意选一例球 请问它的概率,以下的概率是多少 抽得红球的话呢,就是九分之三 越减得到三分之一,非常简单 OK,那不是红球的话 不是红球就是白或者是黄 也就是六,九分之六 越减得到三分之二 或者你可以讲说,既然红球是三分之一 不是红球,那你可以用一减三分之二 得到三,你减去三分之一 得到三分之二,也可以 我们讲用倒扣法的方法 抽得黄球的话,黄球有四例嘛 所以就是九分之四 好,所以这题应该没有问题,非常简单 OK,我当时卡了,我 等多一下 OK,大概就这样 这是一减三分之一,得到三分之二,正确 第一题三分之一,第二题三分之二 第三题西呢,是九分之四,很好 第二题呢,它是讲说一盒中有三个喉糖,五个口香糖 我任意选两粒,两个都是口香糖的概率 你可以这样子有两种思维,有两种思路来解 第一个思路呢,我们就假设它是一粒一粒啦 第一粒要求口香糖几率就是八分之一 第二粒的时候呢,那个数量减少嘛,所以分五的八就变成七 分子的话呢,那口香糖五粒被你抽掉了一粒,那就变四粒 所以八分之五乘上七分之四,你就会得到十四分之五 这是第一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你可以这样子来看 我们八粒里面任选两粒的选择有多少个 我们就用八粒二的,然后呢,口香糖 两个都是口香糖的话呢,就是五粒口香糖里面 我们选两粒的一个组合,就是五粒二 你也可以这样子做,就是八粒二作为分母 五粒二作为分子,你也可以算出同样的答案 十四分之五,所以两种思路呢,都是可以用的 第三题,一副52张的扑克牌 任选三张,那他抽的三张都是黑桃的几率 有多少?那这个我稍微的要再讲一下 因为有一些同学家里真的是没有让他玩这个扑克牌 我们扑克牌啊,总共是有52张 他是12345678910 JQK,总共13个数字,我们叫他数字了 把JQK也帮到是数字的话 13个数字,每一种呢都会有 每一个数字都会有四种 海,黑桃,就是那个叶子的 红星,就是那个love shape,然后梅花 我不懂怎样形容,就是三个 然后下面有一个饼,这样有一点像是山叶草这样子 然后呢有方块,就是我们的diamond 就是啊,菱形,他会有一个菱形的一个shake 那个叫方块,所以每一个都是四张牌 所以13乘4呢,你就会总共得到52个 他其实是有有意思的,你知道吗 黑桃跟梅花是黑色,红星跟方块 红星跟方块是红色 然后52张牌,寓意着呢我们一整年呢有52个星期 真的是这样子 52乘7呢你就会得到364 所以呢他会有两张鬼牌 两张鬼牌呢就是加多一天得到365 或者加多两天就会变成366天 入年 就是入年的那个天数366 所以有时候会有两张鬼牌 然后呢梅花 他那四个嘛 就是黑桃,红星,方块跟梅花 他寓意着一年四季 然后每一个季节有13个星期 然后呢红色代表白天 黑色代表夜晚 大概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图客牌的一个设计呢 他其实是有他的一个 蛮有意思 那这一边呢 52张牌 如果你是选一张的话呢 就是52分之13 但是他这边是要三个黑桃 所以你的做法是这样 52分之13 第二张还要黑桃的话呢 就是51分之12 第三张牌也还要是黑桃呢 就是50分之11 你可以把这个呢乘起来 这个这样子就是他的答案 又或者是呢 用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们的黑桃 13张黑桃里面 我们任选三个 总共有多少种几何的方式 过后呢 我们随便拿的话呢 就是52 52张牌 我们随便拿三张 又会有多少种几个 那他就会做一份 你按计算机这样子按的话呢 你就可以算到这个答案是 按下13C3 3除以52C3 按计算机 我稍微教一下 我们不要这种小数点 我们按这个 他会有一个分数 我们会有分数的 所以答案呢 就是850分之11 这题答案是这样子 52分之13 52分之13是不太不对了 这只是第一章罢了 第四题 一箱子呢 有四本小说 八本散文 我任选三本 请问三本都是小说的几率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 4C3 等于是 总共有12本书 所以是12C3 就会得到220 4除以220 你就会得到55分之1 这个就是三本都是小说的一个概率 OK 两本小说 一本散文呢 我们就用4C2 两本小说 8C1 乘出来是48 48再除以220呢 我们就会得到52分之12 非常好 感觉上Zen呢 是感觉掌握到了 三本都是散文的话呢 就是八本的散文 我们任选三本 八C3 得到56 56除以220 就会得到55分之14 这个就是C的答案 OK 第五题 6个男生 5个女生 里面选4个人 成立委员 4个都是男生的概率 我们的委员 我们总共有6个人 6个人 任选4个 我们就作为分母 11C4 作为分母 然后呢 4个都是男生呢 就是从6个男生 里面我们选4个男生 出来 6C4 作为分子 算出来 22分之1 4个都是女生 的话呢 就是说分子啊 应该是从这5个女生 里面选4个 所以5C4 作为分子 你就会算到66分之1 然后呢 男女的两个呢 也就是6C2 乘以5C2 这个是男的两个 女的两个 也是一样分母一阵都保持 一样11C4的 所以这个呢 就算出来是11分之5 OK 没有问题 大概是这样子 第六题 100件 产品 95件是正品 5件是赐品 任选两个 两个都是正品的概率 你可以这样子来看 我们任选的话呢 100C2呢 就作为分母 对不对 选其就算说 100C2呢 是4950 这个应该是分母 如果两个都是正品呢 就是95C2 得到4465 最后4465 所以94 4950 就会算到 990分之 9813 很好 这个对的 这个对的 如果 两件都是赐品呢 就是5C2 作为分子了 5C2是10嘛 所以10放在分子 0可以月掉 所以是495分之1 很好 OK 很好 如果一件是正品 一件是赐品呢 我们就是95C1 乘上5C1 得到475 放在分子 月间 你就会得到198分之19 也对 感觉上不错 这个概率其实蛮简单的 你会算的话 其余的就交给计算机 就对了 计算机 I A E 对吗 有三个母音 子音有T R N G L 有五个子音 如果我任选三个字母的话 我的分母应该不是8C3 总共是有五三六个选择 母音比子音多 我可以是三个母音都选完 我可以是两个母音 一个子音 所以是3C3 加上3C2 乘上5C1 得到16 16作为分子 16除以56 我就会算到7分之2 所以这个是母音比子音多的情形 子音比母音多呢 就是三个母音 子音比母音多 子音比母音多 Zen的想法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抽三个嘛 对不对 所以三个 一定是子音比母音多 母音比子音多 基本上就是互为于极的情形 他直接用一减去七分之二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注意 母音比子音多跟子音比母音多 其实如果我们今天是双数的话 其实你就忽略了一个情形 就是两个相等 这么巧 他抽三个单数 不可能将等的 对不对 我抽单数 我不可能是相同的数量的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可以不需要再去考虑两个数目相同的情形 直接用刀扣 我们叫刀扣法 OK 鱼籍的一个做法 一减去七分之二 跟鱼七分之五 这个是可以接收的 OK 很好 第八题 这一题我个人是觉得比较难 第一 他投三例 投三例的话 我们一个自己要自己去逻题去想 但是呢 他一般上就不会说太复杂 很像说这一题 他只是要点数之和大于十五 也就是说 我只是要考虑十六十七跟十八 从十八开始会比较容易 因为十八的话只有一个情形 六六六 对不对 六六六一个情形 十七的话是六六五 六五六跟五六六 然后就三个了 那十六的话呢 就是有六六四 六四是六 跟四六六 还有六五五 五六五跟五五六 那你就算一下这里总共呢 是九加一十个情况 OK 所以他总共有六乘六乘六的情形 是总共的情况 六成六成六分之十 越减你就会得到一百零八分之 所以这题 他难度在于你上面没有办法找出任何的规律来 你一定要这样子一个一个去找 因为摇三例你不能列在一个表 如果摇两例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讲说我们列在一个表来看说 总共有多少个情况 所以比较难 因为六成六成六总共 这个是月了二的情形 如果没有月二应该是两百一十六 总共有两百一十六个情况 你看你要怎样列 对吧 非常难 所以这题他一般上不会出太复杂 他就是可能就是后面三个数目这样子 我只需要后面三个数字 你自己列完出来应该就不难 第九题 223334455 这个数列 这个数字任意排列 两个二恰好排在一起的概率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的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任意排列 总共有多少种情形 你的答案是四十五分之一 好像不太正确 不太正确 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们任意排列的话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他总共有十个数字 十的factoria 他是有两个二 除以二的factoria 有三个三除以三的factoria 有三个四除以三的factoria 有两个五除以二的factoria 这一个呢 是放在分母的 OK 这个是分母 我们是这样子写 OK 我是这样子写的 不过你可以讲说样本空间 其实放分母就是样本空间 OK 所以我们按一下 十的factoria 二的factoria是二嘛 二的factoria也是二 所以224 再除以三的factoria是六 6636再除以36 我们来算一下啊 他分母应该是用25200 25200 OK 再来看他事件啊 就是那个分子的 那分子的话呢 他是讲说两个 二排在一起的概率 两个二排在一起 我要怎样排在一起 我就绑他在一起吧 我绑他在一起当作是一个就是九的factoria 除以三的factoria 再除以三的factoria 再除以二的factoria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二 所以没有输去十分 好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 呃 就算到九的factoria 你加九的factoria 除以二再除以三十六 OK 五零 五零四零 五零四零再除以二五 再除以二五 二零零的话 你就会算到那个概率呢 是五分之一 非常美妙哦 五零四零 除以二五二零零 等于五分之一 OK 我不知道这在算什么了 看不太短 看不太短 这应该是错了 所以这个呢 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 第十题 将五张编号分别是一二三四五 的卡片任意排成一行 组成五位数 求得到偶数的概率 我们随意排列 应该就是五个factoria 就是一二零是作为分母的 偶数的话呢 就是二跟四可以排在第一个位 其余的就随便排就是四的factoria 所以四的factoria再乘以二 哎 很奇怪哦 二PB 二PB是二啦 二乘四的factoria得到四四八 过后四十八除以一二零 越减你就会得到五分之二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正确的 ok有没有问题